98比63 中国南兰大圣东的主印尼队成功晋级半决赛 比赛一上来 阿布都沙莱姆和王哲林表现出色 平凡在内线的手 并多次造成杀伤 战胜拔球线 一下子打乱了印尼所有部署 之后阿布越战越柔 半场五中五轰下十九分六篮板 将温查拉开到二十分开外 即比赛一下半场有过进攻高潮 但阿布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为篮篮建功 不过虽然篮篮大胜了 但对于周琪来说 这两场比赛中的发挥 确确实实不是太好众所周知 自打周琪进入NBA加盟火箭之后 很多人都拿他和姚明 意见连比较 其中由于表现不是很好 加上一度去发展联盟打球 颇受争议 不过在这个休赛季 周琪又努力回进了这些运论压力 不仅在下季联赛有过不错的表现 还在亚运会第一场空下二十五分十二板机帽 也得莫雷的关注 然而在最近的两战中 他并没有延续之前的状态 如今从二十五分到得分上双都难 大魔王周琪怎么了 瑜伽一番话道出原因 在第三节一开始 周琪拦下爆口得手 央视姐说原瑜伽对于周琪的表现进行了评价 他说道 周琪其实在上半场第一节的时候 没有被犯规困扰的时候 后场篮板球的把握 发动快攻 发动反击的效率都还挺好 话音刚落 能篮发动快攻反击 结果周琪却选择站在底角三分线 被防得死死的 于 嘉丽玛表示 周琪已经到了跌脚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很好的落位 虽然之后周琪有过几次不错的剑球和紧大帽 但南篮整体进攻突然停滞了 被叶宁频繁打反击 还连着投键三分 主教练李楠也在暂停期间非常激动的表示 那线要硬一点 不要躲我外套 不得不说 周琪不管在火箭还在这两场比赛中 身为一个内线球员 总是第一时间选择站在三分线外线 却确实实有点让人看不懂 记得在火箭的比赛中 哈登看往守他的是外线球员 准备做球 结果周琪突然跑到三分线外 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而这一场 明显硬硬 内线不强 身高占绝对优势 内线进攻应该再凶狠一些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